听粉丝讲说iPhone14夜拍会翻车 非常的烂 我已经看不到我的脸是谁啊 都可以拿去丢了 什么都已经烦 什么烦 我不一样不要 今天我们就特地来验证一下 另外我还带了多两台 一个是跟14一样芯片的iPhone13 Pro 另外一个就是上上代的12 Pro Let's go 开始之前先简单看一下这次的iPhone14 左边的是紫色 右边的是蓝色 老实讲这紫色在网上看真的不像是紫色 它更多是偏白偏粉红 重量上面它是全系最轻真的很轻啊 又轻又薄 172g 然后转过来 刘海部分 这一代依然还是这个刘海 Dynamic Island旨在Pro跟Pro Max才会出现 屏幕是6.1寸的 然后镜头上面只有两颗镜头 就是12MP F1.5光圈大底的跟一个12MP的广角 然后这次拍照上面它增加一个新的功能 就是这个人头 这个就是运动模式action mode 开好之后 当你跑跑跑跑的时候 它的防抖就更好了 OK最后来讲一下处理器 其实这次iPhone14的处理器 就是用着跟上一代iPhone13 Pro 跟Pro Max的处理器是一样的 但是是蓝血版的5核A15 Bionic OK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扫街了 我会测试14 13 Pro跟12 Pro 包括了它的前置镜头 后置镜头 呃运动模式 录Video OK什么都测试了 OK 好扫街开始 首先先从会发光的LED招牌下手 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14只有一倍zoom 所以对比12和13 Pro的时候 我都只会用一样的一倍zoom去做对比 这边看啊 iPhone12 Pro其实已经是很明显素了 一定要记得啦 它整体天白而且很flat 但我们不能怪它 毕竟它也是两年前的机摇嘛 看回iPhone13 Pro一眼看去 诶 好像没有什么分别哦 但是当你一直zoom哦 那种妖魔鬼怪全部现身了 13 Pro的光晕 几明显一下的哦 灯有一种散开的感觉 反而14处理光晕细节 还有高光抑制表现好很多 尤其是Durion这个字 12 Pro是萌的 13 Pro是萌萌底的 14是最清楚的 感觉我手上拿着很多一大堆东西 在那边拍照 手忙脚乱 没有指甲 没有带到指甲出来 今天 接下来我们就去拍最热闹的Pavilion 过马路也来一张先 这边对比的是13 Pro和14 颜色不假 因为是招牌照出来的分别嘛 我们来看细节 左上角的建筑物 13 Pro已经摆不出来了 黑黑一块 但是Quatch招牌下面的格子纹 竟然又拍到很好哦 14这边反而控管就弱一点 什么纹我都看不出来了 好忙哦 哇好忙哦 一跌都包哦 诶 这个人不要站在我前面可以吗 我阿公昨天刚买了这个喷泉 招牌Pavilion喷水池照来了 还是老话一句 12 Pro整体是偏白偏flat 13 Pro的14差别不大 但是你细心看 是有的 就在蓝色的水这部分 12 Pro的优化方式是整体打亮 所以你看到水和背景 是同样亮亮的哦 13 Pro就开始优化的好一点 开始有亮有暗 14是表现最好的 因为它的背景几乎是暗 但是水是亮 做到了暗光分明 所以可以讲14的优化方式 它是捕捉细节绝对不是hambla 一次我给完你亮 包括后面的建筑也是一样 只有14保留了细节 没有翻车 谁讲翻车 sorry 讲得出好诶 OK啊 拍多几张呢 这张是在比较亮的情况下拍的 只要够亮基本上三台几哦 都没有什么特别才艺 所以skip 是不是不够暗 诶 别断了 我去挑暗一点啊 OK OK 这条箱子够暗了吧 最明显差别就是四楼的花纹窗口 iPhone 14绝对是Vin的 它的照片清晰锐利 contrast也更高 不放大都能看到纹路清楚 相反 13的12 Pro已经好像看近视眼 那样子萌萌了 总有一天你会来吃这行资 可以明显看到从12 Pro到14 一代一代的光运提升 越来越集中 不闪光 我不要讲拍那个灯笼结果 那个灯笼很丑 灯笼旁边的柱子 iPhone 14是最黑的 证明说iPhone 14在补走黑这一方面 的确是做好提升的 这边 这边越来越低光了 哪一个 哪一个 这个招牌 诶 我真的单单肉眼看我不懂 是什么原因啦 但是我已经觉得14是拍的比较好的 我这样子看是没有翻出来 但是我们实际还要放去电脑上面对比才知道啊 留意 Malicious Largest Buffet这行资 iPhone 14是最清楚的啦 ok 现在我们拍人 你帮我拍 他又要拿相机又要拿手机 ok 我们站接灯下面先 test一个 人像招的话 这边我发现12 Pro 竟然奇迹的好像比13 Pro好诶 黑色裙子12 Pro表现更加稳定 而且 衣服部分哦 13 Pro是过爆了的 12 Pro又没有 人脸的部分 Win的是14和12 Pro 因为有阴暗分明 而不是全部打亮 然后素也可以看出 14的夜拍 纹路细节是更好的啦 诶 测试完拍照之后 接下我们就测试拍video啦 ok 也是你 帮我拍 我去跑 ok 走 so 这边测试的是 automood正常拍视频 同样的动作 同样的暗广 同样的镜头的处理器 出来效果 真的是同样的 几乎没有分别 但是 当我一开了 iPhone14独有的 运动模式之后 它会自动加大防抖 所以就算我跑着拍 你看 是不是手势没有这样躲勒 事情是这样了 我们刚刚就太少跑了一轮 发现它只要在不够灯光的情况下 它就会变得很辣价 你刚才看我的照片 你看我的video 非常的辣 我已经看不到我的脸是谁了 然后它这边也会show这个字 当我开了这个运动模式 它就会变成 有出这个 more light required的字 就是证明说 你需要更亮了 所以晚上开这个action mode的话 其实它不大能够使用 建议还是早上用这个 但是我还是不甘愿 我还要try多一次 这次是我拍 这边啊 直接走啊 1 2 3 Hello Excuse me Hello Police 这个我都不用放去电脑 我这里已经可以看到差别了 1 2 3 这边应该不用我说明了吧 差别真的很大 接下来我们就试试自拍 自拍很多人很在意的 我们就面向光 我们就试试三台几 先试试14先 ok 看手 笑容不可以变 诶 一样笑容诶 诶 一样笑容诶 一样笑容诶 好厉害很亮 头发也一模一样 自拍方面 其实啦 我真的看不出分别 还是一罐iPhone的original 什么鬼都拍完出来 包括我脸颊上面的雀板 这样一讲哦 iPhone14的雀板好像拍得更加明确一点 大概是因为细节补专的更多吧 去按一点的地方自拍 这里头叫按啊 这样子不按呢 蛤 是不是很亮啊 我已经在草丛了 我还想我怎样 这边应该是非常非常暗了 很暗 应该没有人会在这边自拍 但是我会 我觉得12Pro很美耶 脸黄滑耶 这个这个 好像美颜了这样耶 因为它偏白的关系啦 14 14差太远了 颜色上面 首选12Pro 嘿嘿嘿 因为拍不出什么细节 我脸很滑咯 好啦认真的啊 这边是可以看到 14和12、13Pro的颜色上面区别蛮大的 12、13Pro都是偏黄 甚至说有一点脸轻轻啊 14竟然可以有血色耶 大概是因为14觉得这是人脸该有的颜色 所以油画自动偏向红色吧 你们比较想哪一个色呢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颜色 果然翻车了 哈哈哈哈 背光的话呢 14可以做到很均匀的曝光 就算背后有墙光 它可以透过运算法去提亮人脸 再控制好背光不要曝光 完成一张曝光不曝 暗微不暗的样子 从曝光处可以捕捉到细节也是比13和12多啦 至于13和12Pro的话 用着的是同样的运算法 所以系统只能看到背光的时候呢 它就自动将照片整张提亮 导致会落下一些细节咯 12可以拿去丢了 12都已经翻车了 我不要不要了 不要了 它不是凡 它不是蓝车 它不是老了 对 12不是翻车 它只是老了 OK 我们已经扫揭完成了 今天得出的结论就是 到底是谁讲14会翻车的啊 iPhone14没有翻车啊 我觉得拍的挺好的耶 OK anyway 接下来我就要回答每个人很常问我的问题就是 我应该要买14还是要买回13Pro咧 OK 我们先从价钱看起 iPhone14现在是4199 128GB iPhone13Pro在Machine还卖着4400多啊 依然是比14贵的 两者之间相差了250块 但是都是4500以下 那外观上面呢 14和13Pro 两个都是6.1寸的屏幕 两个都是一样大小 但是哦 拿在手上你很明显的可以feel得到 iPhone14是轻很多很多 是明显到哦 你拿 你就可以直接feel到的那种 iPhone14是172gram iPhone13Pro是204gram 给你们一个概念啊 就是iPhone13Pro 现在我丢进 bag里面 都可以feel到它是成的那种 所以如果你是介意重量的女生们啊 你们可以直接不用想Pro Max了 因为Pro Max真的是很鬼 很鬼使用 你们在Pro跟14之间考虑就可以了 14plus 6.7寸耶 好像也比较轻 OK 我们今天没有14plus 不要想这个 正面的话 我觉得过来过来 过来看比较清楚 OK啊 你看啊 还是一样的刘海 而且这个刘海 无论是大小还是长度 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当你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是分不出谁是谁的 那镜头上面 不懂你们看到没有 14是两个镜头 13Pro是三个镜头 那多出来这个镜头呢 就是一个zoom lens来的 所以13Pro可以做到三倍zoom 可是14只可以做到一倍 所以如果你不是很建议 所以你平时没有什么用到zoom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无视这个镜头 那录视频上面 那13Pro可以做到 4K 30fps的这个ProRes Video 14就直接切掉了这个功能了 但是 它不会你另外一个新的功能 就是这个action mode 刚刚try的那个 所以这边呢 就可以理解成 如果你喜欢玩调色啊 玩后置 想要拍一些专业一点的东西 你们可以选13Pro 如果你常常出门拍Vlog的话 这样你们就选14啦 那其实像是夜景模式啊 Slow Mo啊 Apple Play啊 iOS 16啊 SP68防水防尘 甚至说芯片 它们都是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iPhone14啊 除了镜头少了一颗zoom lens 然后它没有的拍ProRes 跟电池少了一丢丢之外 其余全部 跟13Pro可以讲是一模一样 但是价钱哦 13Pro却要贵过14大概几百块 250 但是有一些retail 它们卖比较贵 有人卖4,900 但是也是几百块包 但是14比较新嘛 但是它是Pro哦 所以这边我的建议是 一 如果你是Android用户 想要换去iPhone的话 你们可以直接上14 但是如果你有点budget 你又想要zoom lens的话 你们选14Pro 又要zoom lens 又没有budget的话 你们选12Pro 第二 如果你用这iPhone13系列 想要升级去14的话 不建议 3 如果你用这很旧的iPhone 比如说iPhoneX XS XR的话 这样你们可以买14了 因为软件硬件这个东西 肯定也是越新越好的啦 好啦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看明摆今天这个影片 然后选适合你们的手机 不要花冤枉钱啦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